哭一下没有关系 那一下是多久啊 10分钟 20分钟 还是半个小时 他会不会哭到吐 他会不会没有安全感 这篇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 只要婴儿没有哭到影响呼吸 或是脸上发黑发紫 而且呢 我们也确保他没有身体上的不适 或是身体上的需求 都可以不用太紧张 嗨 我是文慈 很多爸妈在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发现婴儿有许多需求 有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满足他 也无法理解他在哭什么 如果你正在为了面对新生儿而感到焦虑 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许多些酒爸妈只要一听到婴儿哭 就相当的紧张 不管在做什么事 就会立刻放下手边的事 跑到小孩身边把他抱起来安抚 但你也可能听过别人说 婴儿哭 你千万不要抱他 这样子会知道随时都会有人抱他 他就会用哭来当作武器了 他哭的话 你就不要出声 假装不在 再一下子他就会知道哭没有用了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其实有一个词叫做 他指的是说啊 当哭闹的婴儿不哭了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学会 就算他在哭 也没有人会来找他 所以他放弃了哭这件事情 放弃了这个他唯一能用来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 当下有些人会有一些错觉哦 觉得 这样很好啊 小孩不会随便乱哭 妈妈也可以稍微休息了 但 这样停止哭泣的消极心理 可能就这样陪伴着孩子长大 那难道说只要婴儿一哭 我们真的就要立马冲去抱他吗 其实大家可以放轻松 偶尔在忙的时候 让婴儿哭一下是没有关系的 除了让他训练一下备活量 也是让他经历挫折感的体验 那你可能会问 哭一下没有关系 那一下是多久啊 10分钟 20分钟 还是半个小时 他会不会哭到吐 他会不会没有安全感 这篇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 只要婴儿没有哭到影响呼吸 或是脸上发黑发紫 而且呢 我们也确保他没有身体上的不适 或是身体上的需求 都可以不用太紧张 但是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啊 他只是为了不想要听到婴儿的哭声 或是不忍心听到宝宝哭 就独自留下婴儿一个人在房间里 任由他怎么哭 也没有给予他任何回忆 这样子的确就很有可能 会让婴儿 产生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信念 也会感觉到自己是不被重视的 产生这些想法的孩子啊 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性格 一种呢 是这个小孩不会再哭闹了 自我放弃 认为我不需要努力了 努力是没有用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 急得无助 另一种孩子呢 则会更加坚持 更加激烈 声嘶力竭的哭吼 甚至无法克制这样的情绪反应 停不下来 导致他沙哑或呕吐 随着这两个小孩长大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跟行为模式 话说回来啊 毕竟宝宝还不会说话啊 哭是他们跟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除了可能是他肚子饿 尿不湿饿 或是身体不舒服 其实有时候啊 他们只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 想要我们来陪陪他而已 那我们就可以秉持着 同理但不处理的原则 待在他的旁边跟他说说话 同理他的感受 例如 我会坐在婴儿床旁边 轻轻的拍拍宝宝 跟他说 妈妈在这里陪你哦 刚刚有喝奶奶了 尿布呢 我们也换过 比较舒服了 现在你可能有点想睡觉 你想要妈妈抱抱 但妈妈就在这里 你可以闭上眼睛 安心的睡觉哦 用这样温柔的语气陪伴着他 经过几次的练习 宝宝就会知道 哭声是没有办法控制大人的 但是呢 他们还是会待在我身边 我还是重要的 而第一次当爸妈的你们 一定还会有很多时候感到紧张 无助困惑 总是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其实冷静想一想 没有人天生就是正向的父母 所以啊 面对育儿问题 或是教养问题 我们都需要透过学习来成长 尤其如果我们能从小孩 一出生就开始运用正向教养 用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 跟小孩就能够营造出 更幸福的家庭氛围 想象一下哦 有了小孩之后 你将成为一名教练 要训练小孩学习 跟发展很多的能力 同时啊 你也要是一个观察者 要能够透过观察 来了解这个小孩的独特之处 才能帮助他发挥他的天赋 跟优势 千万不要小看刚出生的婴儿 他们学习的速度 跟长大的速度比你所想的 还要多上好几倍哦 很常听到有一句话说 第一胎造书养 第二胎造猪养 很多新手妈妈碰到难题 就开始翻书找答案 这样的求知欲 真的是要给自己鼓励一下 不过呢 也要提醒各位 真的不要因为 小孩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就感到恐慌或挫折 因为每个小孩 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步调跟节奏 妈妈可以试着放宽心 耐心的等待他 以及陪伴孩子就好 而且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看一本教养书籍 真的要花费太多时间 这本书还没看完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小孩又长大了 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出现其他的难题 累积到后面 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处理 就像小学的时候啊 大部分的小孩在一二年级 随便都可以考98分 100分 但随着升上中高年级 分数可能会越来越低 为什么呢 因为课业越来越重 题目越来越难啊 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 或许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学习 渐渐的就跟不上进度了 更严重的是 伴随而来的挫折感 其实在育儿的路上也是如此 尤其是带孩子的过程中 挫折感真的很容易让妈妈们 感觉到失去自我价值 进而导致亲子之间 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 一次一次的冲突 就把孩子越推越远 不用担心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订阅这个频道 我会教你如何用 丢校的方式来学习 适用于这个时代的 教养观念 以及如何面对 各式各样的育儿挑战 最后要问大家的问题是 当小孩哭了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通常会怎么做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立刻帮忙传给身边需要的人 也别忘了给影片按个赞 我们下期影片见啰 拜拜